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的唱长Gentlemen,我是Kert,我们又见面了 那么今天这一期呢,Kert呢,继续给大家来做这个五问五答,你问我答这样的影片啊 那么在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呢,有很多的表友啊,也是在Kert的影片底下留言 也有很多的表友给Kert寄email啊,所以说我挑出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 然后呢,比较值得一起聊的话题,跟大家呢,一起来做这个五问五答这样的影片 那我们废话就不多说了,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啊,很少听Kert说AP这个品牌 Kert觉得AP这个品牌怎么样 那确实在Kert的这些影片里呢,大家很少听到Kert会说AP这个品牌 其实呢,我自己呢,个人啊,对这个AP不是特别的喜欢 我觉得稍微选择呢,有一点点的少 跟其他的两个这个Holy Trinity的品牌 比如说这个僵尸单顿和这个百达菲利相比 我觉得AP可能经典的款式比较少一点,大家现在给予更多的关注的 基本上所有的关注啊,都是在这个Royal Oak上面 那这个Royal Oak皇家像树这个款式呢,有两种的选择 一种是这个Offshore,一种是他普通的这个Royal Oak 那在Offshore这一块呢,我觉得现在也有潜水表啊 我觉得这个计时码表啊,大多数的Offshore的这个价格呢 都是在这个2万美金以下,我相信在这个Offshore上 这个一直以来这个吵架加价和超听价这个现象都不是特别大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觉得呢,可以给予一定的考虑 给予一定的选择,毕竟AP是属于这种顶级的腕表 我觉得其实很多的设计也是非常的用心的 我觉得值得大家给予一定的选择 如果大家想要用这个潜水表的话 又稍微想要一些比较这个顶级的腕表的话 我觉得Offshore是非常值得大家考虑的 我觉得更多的人呢,可能呢,还是考虑的是这个 他普通的这种Royal Oak这种设计啊 这种非常经典的Octagon这种八角形的这种设计 那这个大家可能现在给予一定兴趣的呢 这个更多的是这个15500,15400这种41mm的这样的选择 那当然了,他也有这个15450稍微小一点的啊 这样的款式,也有呢,这个15202所谓的这个Jumble啊 那这个15202呢,这个吵架加价就是非常的大了 我觉得现在在美国这个价格呢,都是非常的高的 可能吵架要超过几万美金了 那我觉得这个15400,15500其实是非常好的选择 现在这个加价和超低价的这个现象也不是特别大 基本上在前一段时间也就是超了几千美金 除了蓝面的以外啊,蓝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高 那15500稍微小一点也是不错的选择 我觉得啊,大家如果喜欢这个Royal Oak的话呢 我觉得15400,1550就是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大家在这段时间,尤其是这个价格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呢 多看一看,我相信15400,15500这两个款式在美国这边 有可能这个二手的价格呢 在这段时间会降到两万美金以下 也就是降到这个定价左右啊 如果你是喜欢Royal Oak这样的设计的话呢 这一段时间呢,你很有可能会拿到这个非常不错的这个价格啊 尤其是在这个二手这个市场上,那我个人来讲呢 我觉得如果我要是有这个25000美金的话 我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 如果我有这个25000美金的这个budget选择一款顶级的万表的话呢 我可能去选择一些这个比较正装的、简单的款式 或者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JLC的这种款式啊 在这种顶级的万表这些选择这种款式上呢 我个人不太愿意去关注运动型的款式 我觉得这种顶级的万表呢 我更愿意去考虑一些简单设计 机芯非常用心的这种搭三针啊 或者是手动上面的这种机芯 我觉得这种简单的美是非常的漂亮的 那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啊 当然了,我觉得AP的这个Royal Oak也是非常经典的这样的设计 如果你喜欢这种顶级的万表运动的款式 觉得Royal Oak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这个Royal Oak 又不是这种非得去买这个15202 现在吵架非常高的这个张宝啊 我觉得15400 15500这段时间你多看一看 我觉得价格一定会非常的不错的 那第二个问题啊 Dayjust 41mm蓝盘和Explore One 39mm 这两个万表怎么去选择 那这一块呢想跟这个表友说啊 这个Dayjust呢 41mm这样的选择呢 是属于Classic这个系列的 那这个Explore One是属于这个 Professional这个系列 也就是说一个是运动款式 一个是相对来说正装的款式 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Dayjust的这个41mm这个蓝盘 说的是带牙圈的还是不带牙圈的 个人感觉啊 前一段时间这个劳力士这个价格比较高 吵架比较高 然后呢运动的款式比较难买 很多的这个表友啊 会去选择这个41mm的这个Dayjust 觉得这个在尤其是在豪式表量上 不带这个牙圈的这个设计啊 其实也是很运动的 那那当然了啊 确实是这样啊 但是如果我觉得你现在想要一个运动的款式 不锈钢的款式啊 我建议去选择Explore One 39mm 我相信这一段时间价格有下降的话呢 在这个AD也是比较好碰到 如果你想要的是运动的款式 还有你不在乎有没有日历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在乎有日历的话 可能这个Dayjust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如果你不在乎有日历的话 我觉得呢 你如果选择的 你如果想要的是这种运动的款式 去选择Explore One 39mm 非常经典的这个设计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工作有要求啊 比如说你经常需要穿正装 然后你需要一个稍微dress一点的这种款式 那我觉得Dayjust这边可能选择更多一点 比如说像带牙圈的五珠链的这样的设计 可以更dress一点 而且呢有的时候啊 这个其实五珠链配牙圈 你穿这种普通的这种T恤啊 这种稍微休闲一点的这种服装 我觉得也是很搭配的 所以说我觉得要看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啊 工作需求 我觉得简单来说啊 如果你想要运动的款式 去买Explore One 39mm 多探一看 如果你想要一个正装 比较这个就是你平时工作比较有需要 然后正装也可以配搭 然后呢平时休闲也可以配搭的话 我觉得Dayjust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而且呢它有日历而且蓝面的是非常漂亮的 如果你在乎不同的表面的话啊 这个表盘颜色的话 我觉得呢这个Dayjust可能也是不错的选择 那这两款万表呢 我觉得各有优势 看你自己的这个要求 那第三个问题啊 天梭的C-Star怎么样 值不值得去购买 我觉得在这一块呢 我想跟表友啊说 我觉得如果大家现在对这种初级入门的这种款式啊 这种品牌比较有兴趣的话 而且想买一款潜水表的话 如果你不选择Seiko的万表 我觉得第二个选择就是这个TESOL的C-Star 我觉得这一款的万表是非常的 我觉得啊 算是这个非常有良心吧 然后价格非常的好 啊 这款万表呢 是这个也是这个Swatch旗下啊 所以说它当然用的也是这个ETA的基心 那这个 我觉得这款万表呢 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陶瓷圈啊 然后呢 还有它这个储能啊 非常的这个基心啊 就非常的好 我觉得啊 在这个一千美金以下 我觉得这款万表 You can't go wrong 我觉得这款万表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相较其他Swatch Group的 其他的这个品牌 比如说Midal的 或者是Rudel的这个潜水表啊 我觉得这两这两个品牌呢 可能这个价格都要超过一千美金了 我觉得如果是想要一个一千美金以下的话 我觉得这款天梭的啊 C-Star啊 一千啊 那个选择呢 是非常好的 那最近这段时间 他也出了这个带这个Silicon的这个Hire Sprint 也就是这个西优斯的啊 这样的这个选择啊 我觉得可能给表有更多的啊 这个性价比或者CP值吧 我觉得那当然了 这款呢 呃 带这个西优斯的可能稍微贵一点 但是我觉得普通的不带西优斯的 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陶瓷圈 然后呢 这个传统意义上这个潜水表的设计 然后呢 ETA啊 非常经过很长时间 这个验证的这个ETA的这个基心啊 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如果你的这个budget是在一千美金以下的话 我觉得你尽量去选择品牌比较大一点的 比较知名的 因为尤其在这个品控品质上面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千美金以下的这个万表 可能不太注意这个 即便是SEICO 很多的万表这个品质品控都有问题 而且呢 这个维修保养也是一个问题 如果你想要带这个万表很长一段时间 想要留下这个万表很长一段时间啊 因为现在可能你对这个初级入门感兴趣的朋友 可能现在 呃 可能啊 你都是在买你人生中的第一只万表 我觉得这只万表 如果你以后对这个收藏收集万表有兴趣的话 可能这块万表是非常有意义的 你可能会留很长的时间 呃 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尽量去选择一些大一点的品牌 大一点的厂商 呃 之后呢 维修保养啊 你可以留很长的一段时间 有很多的表友说这个 这个Seql的万表可以留十几二十年 所以说我建议啊 大家呢 去选择一个品牌 厂商比较大的 那这个TESOL的这个C-Star 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大家呢 可以给予考虑 我觉得非常有良心的一个啊 款式 那今天的第四个问题啊 自己的collection里边 有一只宝破的50群Bestascaf 5000蓝盘的选择 前一段时间听了Kurt的推荐 入手了Tutor的GMT 现在呢 想要选下一只的万表 价格呢 是在6000美金以内 想买一款正装的万表 Kurt的有什么推荐 那首先呢 先要感谢这个表友啊 一直关注Kurt的这个影片 那我觉得这个 Ethascaf50群啊 这个 这款选择 5000这个选择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 大家如果对这个 劳力士的水鬼没什么兴趣的话 或者是 加价啊 吵架啊 即便现在这一段时间有降价呢 可能这个价格也是比较高的 也是超定价的 呃 我觉得如果大家对这个 劳力士的水鬼没什么兴趣的话 宝破的50群这个Bestascaf啊 是非常好的选择 呃 价格呢 可能在美国这边 二级市场上的这个价格是在 7000美金 呃 非常的不错 那这个宝破呢 也是这个顶级万表的这个品牌啊 我觉得这款万表非常好的潜水表 那这个 除了这个以外呢 你也入手了这个Tutor的GMT 我觉得TutorGMT呢 之前也跟大家介绍了 4000美金这个价位上GMT的选择 除了这个Tutor以外 你可能这个Pine Ocean这个GMT 或者是Grand Seco的这个GMT 我觉得相较Tutor来说 我觉得传统意义上的运动型的 这种格林尼质两地石区 然后能旋转表圈的这样的设计 我觉得Tutor是基本上无敌的 而且它这个设计是相对来说更复古 之前也有表有说 Tutor这个GMT是更复古的这种感觉 跟这个劳力士这个Pepsi是不同的感觉 我同意 那这个我觉得其实啊 这款万表是非常值得 大家去考虑的 旅圈的设计 真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复古一点 那如果这个budget是在4000美金左右 我觉得无二的选择 这个TutorGMT非常好 那你现在有这个Tutor的GMT 等于说你有一个GMT的这个万表 然后你有这个宝破的五十旬 这个Bethysgap 等于说你有一个潜水表 那再下一款万表 在6000美金 选择一个正装的万表 那这块呢 你可能会考虑劳力士这个品牌 那劳力士在这个价格上 有这个OP 39 我其实比较建议 因为你的这两款万表 其实都是比较大的 相信来说 你的这个手腕 能带这个OP39mm的 我觉得那款白色的 OP 或者是Dajust 我觉得36mm的 可能你都能找到 6000美金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选择 但是在这一块呢 我并不建议你去买劳力士的这两个选择 那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 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Grand Seco 但是呢 我觉得在这个6000美金 如果要是我的话 我建议你去买一款这种皮带的 然后呢 正装的万表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 因为你已经有两款的运动款式 我觉得你应该去选择一款 这种比较Elegant的 正装的选择 因为你毕竟想要一款正装的万表嘛 我觉得在这一块 我自己的建议呢 你去选择JLC 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品牌啊 这个JLC机家的 这个Master Control底下的 这个Ultra Thin 有的时候你也可能买到 这种带月项的这种设计啊 我觉得这款万表 是非常值得你去买的 这个6000美金左右 去入手一款顶级的 这个JLC的这个万表啊 这款万表呢 给你一个正装的选择 而且呢 是顶级的这个万表 我觉得呢 一举多得吧 然后呢 我觉得6000美金 我会选择JLC的 机家的Ultra Thin 我觉得这款万表 是非常值得你去入手的 那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 最近一段时间 听到很多的YouTuber 在介绍价位稍微低一些的 驼飞轮的款式 大概的价位是在20万台币左右 那Kart对这个 稍微价格低一点的 驼飞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那在这一块呢 我想跟你说啊 其实啊 我自己个人觉得啊 这个驼飞轮是属于 这个非常复杂功能的 这样的这个选择 其实我并不太喜欢 这种驼飞轮的设计啊 我对我来说 我其实比较喜欢 这种Triple Calendar 万年利啊 然后带 比如说再带一个什么 即时马表这种功能的 这样的这个复杂功能的 这个万表啊 如果是非得选择 复杂功能的话 那我觉得驼飞轮呢 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呢 很一般 我觉得有点Useless 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用 但但是呢 这个我觉得啊 这个驼飞轮呢 我建议大家呢 去买一些 稍微昂贵一点的万表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 这种奢华的设计 无其是这种复杂功能的 这种设计的万表 大家呢 我建议大家 不要去轻易的选择性价比 或者是CP值 我觉得这种功能的万表 就应该在比较昂贵的 这种款式 或者是这种品牌上面 我觉得当然了 你也会说 比如说像海鸥这个品牌 也有很多这个价格非常低的 这个驼飞轮 甚至都可以来到几百美金 这样的这个选择啊 当然这也没有什么错 我自己呢 还是觉得这种驼飞轮的设计呢 就应该在这种 稍微高档一点的这种款式上 因为啊 它的这个维修和保养 都是非常昂贵的 如果你想要你的驼飞轮的时间 稍微长一点的话 你想要留它很久很久 我觉得呢 你尽量去选择一些 比较贵一点的 或者是稍微这个 顶级一点的这种品牌 因为这个 其实有的时候 你保养维修 如果是特别昂贵的话 这款万表 可能也不会留太长时间啊 那我觉得驼飞轮的这个工程啊 是非常复杂的 我觉得你拿这个20万台币 虽然说20万台币 并不是特别高的这个budget 但是也不少 你拿出来玩一玩 然后这个万表 你以后也不会留很长时间 我自己是不会 做这样做 我也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啊 我觉得如果你纯粹想玩一玩的话 买个海鸥 然后几百美元 然后尝试一下 然后呢以后有机会了 然后对脱油飞轮非常有兴趣了 然后呢去入手一些 稍微高级一点的 顶级的万表 我觉得那样的话呢 可能来的更好一点 那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这样了 希望呢大家呢 能在这个 今天的影片底下呢 留言 大家呢 对这些问题 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感觉 或者有自己亲身的经历 自己有这些万表的话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影片呢 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